三体军事国之力气第891期,苏道57战机,在叙利亚进历史战之后,就被曝光要控制其产量,俄罗斯空军的采购订单也会被削减,这似乎验证了印度空军的做法。 从苏57项目上扯住看来是相当正确的做法,苏道57很可能不会进入大规模生产,产量最多控制在100家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在叙利亚部署期间表现不佳,俄军专家认为,同样部署在叙利亚的苏道57战机和苏35S战机。 对两者的评估表明,苏35S表现更好一些,以合理的价格提供良好的作战能力,大家不高,攻击能力超强,除了隐身能力不加外,或者说根本没有隐身能力外,其他方面都能够和F22抗衡,这一点也有了空军依赖苏35S的一个原因。 同时,苏57战机的隐身能力,也未必能够比肩F22,至少在尾噴口红外意志方面没有F22理想,正面雷达反射面积也比F22更大。 这些隐身方面的优势,使得苏道57仍然不够突出,俄空军仍然会开购苏35S战斗机来抗衡F22战斗机。 认同苏35S的空军还有印尼空军,印尼和俄罗斯签订了一份合同,以14亿美元的价格,交付11架速到35战斗机,预计将于今年10月开始交接。 而且中国空军也买了苏35S战斗机,这也说明苏35S的性价比仍然是有的。 虽然苏35S在叙利亚上表现良好,但苏35S还没有机会对抗F22。 军事专家认为,苏35S在机动性上应该足够抗衡F22战机,弹架很足够合理。 在对地攻击方面,苏30SM和苏34表现也不错。 这两种战斗机与苏35S战斗机配合,能够胜战绝大部分海空封锁,对地攻击恋武。 俄空军在叙利亚部署期间大量使用苏35S战机执行任务,获得了宝贵运营经验。 直到目前为止,苏35S战机仍然是俄空军最强大的战斗机。 苏35S战机的未来不太乐观,而空军的订单不过,也导致了出口变得比较困难,连印度空军都不敢继续合作。 显然印度空军已探穿其中的问题,当然,印度空军做出这个决定,还受到米格29K、苏30MKI维护不变因素的干扰。 这可能或是印度空军选择美制战机,比如超级大黄蜂战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